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电视运动脱口秀节目《爱森时间》 The Rich Eisen Show访谈时指出 如果有人执意要改换每家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的官方标志 他认为最合适的主角人物 应该是芝加哥公牛队的空中飞人乔丹Michael Jordan 而不是已故的洛杉矶户人队小飞侠布莱恩 Kobe Bryant 但是他提出质疑为改变而改变 他直白地说通常你做出改换 是出于历史因素 或者是发现有不妥之处 威斯特Jerry West一直都相称的作为官方标志的主题人物 我对于他继续扮演同样角色莫有意义 他还反问难道我们每隔20年或者30年 就要更换一次标志 自从布莱恩于2020年1月26日乘坐直升机意外罹难以来 许多球迷和大联盟球员都在讨论如何纪念他 布克林兰网队的组织后卫俄文Tiri2月25日再度公开表态 要求大联盟正式使用不安的肖像作为全联盟的共同标记 他说身为土生土长的黑人王牌 我认为持续推动我们的世代 文化前进是我的责任 They need a block man They need a blocking I think it's part of my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to push our generation Our culture forward 瑞佛斯在芝加哥出生 1983年10月28日以球员身份加盟奥兰多魔术队 直司组织后卫 总共代表过四支球队出赛过864次 他于2000年1月球季齐转任总教练 2008年6月17日率领波士顿塞尔蒂克队击败洛杉几户人队 勇夺年度总冠军 2020年10月3日 他应聘出任76人队总教练 该队至今战绩22胜12倍 在大联盟东区居首 瑞佛斯的球员经历和教练履历 造就他成为北美地区职业篮球圈 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线领袖 以及最受推崇的非洲裔运动天地领袖 魏斯特现年82岁 在西维吉尼亚州出生 也是组织后卫 曾经是1960年大联盟选秀的榜眼 1960年10月19日穿起胡人队球衣 连续14个球技 出赛过932场例行比赛 14次当选全明星 一次成为年度总冠军 并且入列名人堂 魏斯特还是大联盟传奇的总经理 是紫金王朝的推手 他于1982年6月24日到2000年8月7日之间 纵立胡人队人与世 共率对近集计后赛19次 6次荣获年度总冠军 并且在1982年6月26日 钦点身高六尺九度的小前锋卧西 James Worthy为选秀状元 卧西于2003年入列名人堂 瑞佛斯的这番观点 触及到的不仅是球场上排资论背的话题 还有生活中相对性准确和绝对性正确的遍体 我们真的需要为改变而改变吗 如果是这样 又是怎么样的改变呢 彭广阳 2021年3月1日